截至今年4月 全国有481项防务工程的施工进度延误 超过30%被列为病态工程 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马就指出 如果政府没有干预监督遏止工程持续延误 估计到了年底 全国会出现超过1000项病态工程 我们不只是准备运动的项目 但我们现在正在打抗 由于项目的项目 而项目的项目 阿克马今天在柔佛新山 巡视其中一项严重延误的防务工程 他坦言我国在落实行动管制令期间 曾经批准发展商申请展延工期 原本应该在疫情期间竣工的工程都被搁置 随着这一项指令在今年初截止 使得病态工程迅速暴增 单式柔佛就有52项延误的工程项目 还有8个废弃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